老师老师以后 他们玩好了 好像又有手在敲门中 原来是麦克鲁斯 麦克鲁斯跟他们到线说对不起 然后音速小子说没关系 前天的事 然后麦克鲁斯跟音速小子 还有狐狸已经做成了好门 然后之后音速小子一个人在森林里走 然后找个地方睡一下 因为他刚刚还没有睡 他就睡了 然后黑色的音速小子又来个 他被狼音速小子打败 他又出现一次 然后拿着绿色的萨诺斯宝石 然后他的家里都长满了火 都被烧了 然后他笑了一点 然后他弄飞的飞来的 然后有电话打来 然后说怎么啦 好像又出现了黑色的音速小子 什么他不是已经被我消灭了吗 不过好像还有一只 然后音速小子又跑 又跑 跑到 然后龙梯跑 来跑 去一直 然后到了 然后音速小子冲 然后变成金色 然后黑色的音速小子变成银色 然后他们变成他们打得起来 一边打一边打 然后他音速小子就直接要打他 然后他然后黑色的音速小子就走 他一拳 然后音速小子粘在木板上 然后跳过 然后弄拳头直接把黑色的音速小子打 然后他移动消失的 然后呢 然后呢 音速小子要回去的 突然为什么有 然后音速小子不管就直接跑 变成一颗 然后狐狸 然后甲尔斯就接住他了 然后送他去安全的地方 然后音速小子说谢谢 然后甲尔斯 就是说不客气 然后呢 然后是飞走 然后音速小子又跑了 又跑了 然后 这个一定是黑色移住小子的家 然后进去又跟他 然后好像不是 然后好像有人 然后然后对面好像有东西 然后拳头揍个一样音速小子 他已经散开 原来是黑色的音速小子 他们没有变成金色跟影色 他们都直接弄他们原本的颜色就好了 他们一直打 一直打 然后 有一次他打 然后音速黑色的音速小子又消失了 然后音速小子再跑 再跑 然后他突然变得越来越快 超级快了 然后一直跳 然后一直跳 然后冲到一个车子上 然后他有点转到音速小子 他就躺了起来 然后跳 然后他一直要追黑色的音速小子 然后又有人 然后打个音速小子 然后差点打到他又赏 开个人说是黑色的音速小子 然后有一天 你怎么又在这 因为那是因为是你的光 然后音速小子就说什么是我的光 然后麦克鲁斯来了 然后他弄拳头中的黑色的音速小子 他又消失 他跟然后黑色的音速小子 看到坏火势 然后坏不是吓个一跳 你不是被音速小子打败的吗 你怎么又复活的 然后黑色的音速小子就说 那个只是木偶假扮的而已 然后呢 然后坏博士吓个一跳 然后他说 好吧我来当一个搭蛋 不过呢 音速小子冲过来 打个黑色的音速小子 可是打中的 然后呢 他跑个很快 打到他个 他又没有移动 消失来不及 他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然后音速小子要接力 怪一个招 他就是 黑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坏博士就说 为什么会在这 那是因为 我来找他 我来找他 他跟我一直打 打 去 所以 我才战斗啊 没有错 然后 说完就 走 然后音速小子 也使个他去抗 病格 然后 后来博士还是很 气 音速小子 然后音速小子又 附 罗哥跑来跑去 直到有一天 他想到又有谁 然后 他又看到 杂尔斯了 他飞过来 然后他跟杂尔斯 说话 你好像吃着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 是最强的一个武器 是什么武器 是很厉害 可是永远都找到那一个武器 然后 然后 还有 然后 然后那个武器 常在 很长的小路 上 连 都拿不到 有很多怪 兽都拿不到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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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就说 那个 好像要很久 我才可以拿到 对 结束 第三集结束了 还有第四集 还有第四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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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不好 好 好 我 好 我 好 个 好 我 帮我 我 至于 我 外 活着幸福的山谷地 喜天取景 不容易 有一个都是小眼睛 什么妖魔鬼怪 什么魔女后领 大师依赖的话 还是那么坚弃鬼祭 结恶超喜趣 好了